来那个管理都跟我说了 这卖序上有一个花400块钱排卖的 咱听听什么大伙这么急啊 300呀 没有因为前面那次承诺我 就是我那次花2000连你 然后你就说两句话把我提下去 2000钻石还是2000块啊 我怎么不记得 江某某的事 不是 你说那个 我知道了 这两回一共花600了 铁吧 花600完了 完了现在怎么出结果了吗 现在 没出呢 他那个成绩就是大概8月份出 但是 不是人家没出结果 那你又算落啥 你又要大房 落别的 落别的 你差点400又白滑 抓紧说 几件事 几件事 就是第一点啊 就是因为就是我 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你切片 就是先是一件事 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切片里 就是说 你不止一次为那个资本说话 嗯 这是你的原话吧 哥 不这是人家说我的原话 不不不 这是你说的原话 我不止一次为切片说话 你们如果说 现在是我的粉丝 你们那个是我的粉丝团 你们愿意退愿意退 我不止一次了 你不哥们 你这不存道德绑架吗 你给人 我说的 我说的是 我确实有退灯牌活动 新关注的你们 不是两回事 新关注的你们也记住 你们刷了 你们粉丝灯牌等级上去了 如果在一些关键事件性们 上上面来讲 你比如说谁对谁错 你说大头鹰 你这点说服不了我 我根本听不懂你说的东西 而且大头鹰也死将的 跟你不一样的观点 我给你退灯牌 我话跟着说 但是很多时候 我再跟你说一遍 很多时候你们看起来 我说的话 永远都在向着 比如向着资本 向着国家 向着 这个说白了 不管向着谁 就是没站在老百姓层面说 因为啥 因为我认为 此时此刻 你按老百姓说的 是属于道德绑架 不讲理 不讲法 光讲情 这才是原本的全话 应该讲的东西 你要觉得哪个欺骗 我就说 我大头鹰就占资本 有事的话 我就占资本 完了你们不买一花推灯牌 你要有的话 你拿出来 我看看 哪个欺骗 你现在就说吧 哪个欺骗 我们现在就能找出来 就是萝卜快跑 我全程 萝卜快跑 我咋说的 你说 你说我不止一次 为了这个资本说话了 已经有几次退灯牌事件了 这是你的原话哥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 我当时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话 就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不对 所以你是 所以你啥 你要退钱呢 还是要 你啥在干嘛来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 打到一个 你这是前不讲 前黑不提 白不提 前面不说 后面不说 光说中间一句 是因为前面 有个连麦的人 说你 你说这个 什么那个 网约车下岗了 那个司机下岗了 完了下岗了 就应该去论丁谋除了 你就是为资本说话 我说如果这叫 为资本说话 我大头鹰不是一次 为资本说话了 你要觉得有问题 要支持退灯牌 哥们 你不能 你不能在中间 断章取语 我哪场直播 也不是就你一个人听的 我全程直播 但凡我在网上 所有包括 我连麦说过的话 东西 我都有录屏 我背后都 我背后有200多个 切片号 哥们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录屏 你要断章取语 你觉得你能带得起节奏 或者你要觉得 怎么着的话 你不行 你找律师告 我都给你全部录屏 都没问题 好不好 你说的是废话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就是 你那个 我之前有一个 连线哥们 就是说是 你回来 然后你让他给 给你一次 第二次机会这种 你还记得吗 谁给我第二次机会啊 就是说 他问你 他说万一你到时候 看那个 美雷卡 万一再好了 你再过去了 咋办 你说 这个人就得给他 第二次机会 对不对 然后你讲到了 这个李小龙 然后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说 就是说 李小龙 他那个时候 要去 美雷卡 参美艺 所以我认为 你这个观点 也是不对的 啥子 我没听懂 参美艺 完了跟 跟这个有啥关系 你把他 当成一种 华人代表 就是把他举一种例子 就是说 他来我们这种村里面 你给他举个证 就是说 他也是一种 爱国的表现 我觉得这种不对 我没说人参议 或者咋的 哥们 我说人家 弘扬中国文化 我跟你说 就是这跟参议事 没关系 就是说 你不应该 把他当成一个例子 就是标榜你 我跟李小龙 有啥关系 我怎么标榜我自己的 因为那个时候 就有很多人跟你说 我们不欢迎 这种比方说 外籍的人回来 谁不欢迎 谁别看我 这么简单吗 你别管说 外籍的回来 还是怎么着 哥们 我哪个 我哪个籍是外籍 你定是外籍 谁说你是外籍了 那啥子 你不欢迎外籍回来 跟我有啥关系 再说你不欢迎外籍回来 我得赞同你 李小龙举个例子 李小龙是不是中国人 我问你 不是 你认为不是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人家弘扬中国文化 弘扬中国武术 人家自己说 自己是中国人 对国家做出什么贡献 你做啥了 哥们 我现在不跟你开杠 来 李小龙 哪里说过自己是中国人 好 那李小龙哪里 没说过自己是中国人 简单吧 他说Chinese功夫没有 他打的功夫 是不是Chinese功夫 哥们 我问你 我在传奇中说过 我想去服美业 但是我是扁平族 我服不了 不是 那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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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服美业 不是 哥们 你这个断章取义 这个能力 包括你这个认知能力 我说白了 你都多于跟人去掰扯 任何一个道理 他说他想去美国当兵 他曾经想过当兵 但是他扁平族 他当不了 所以中国人就该 该上美国去当兵 所以你这理解能力 李小龙当例子 你懂不 李小龙这个人 我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对我们的中国文化 尤其是功夫这一块 做出的输出 比你一百个你 比一万个你 比一个你都强太多了 对吧 我很认可 我觉得非常没毛病 你有啥好说的 哥们 对吧 你质疑的话 人家来举证吗 你质疑的话 我来举证吗 你质疑 你拿出例子了呀 你比如说他说了 我就不是中国人 我只是打中国武术 那你可以拿出说 你说来 他哪句话说了 哥们 那我想问一下吧 他哪句话没说 你在玩滚刀呢 不是 你跟我玩逻辑陷阱吗 你有点太低级了 你举证 对吧 那我举 你质疑我举证啊 哥们 你现在质疑了 你说他在哪说了 完了 现在我来举证 行吧 行吧 啥行吗 啥行吗 那我错了 我道歉 我不应该说了一条路 我说第三点 就是我之前 哥们 你花点钱 上个麦克的讲话 整第八点 第九点 第十点 你哪句 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之前问你那个问题 但是你把我抬下去了 你这次能不能不抬我 行 我先稍等 你先稍等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人发的 你正好你也别动 咱一起看 不是我提的 没事 你到免费那再排一下子 你以为 你要费得再问的话 咱们再给你听别的意义 我再给你听别的意义 我再给你听别的意义 行 你不要挣吗 给你挣完了 一会儿 你幼生之年 哥们 你要再想连我卖的话 我希望你先上来以后 汪汪汪叫三声 行吗 你先上来 汪汪汪叫三声 给你们看个图 这驴马浪的 又跑一份 不禁要问你了 给我这花花六百 披头盖的 骂一顿 跑一份 直播间 不禁要问你了 大冤总 纯纯什么大冤总 什么情况 啥什么情况 我连不了你 我没有连你这个功能 那你开头连麦 我怎么连你 我刚关掉了呀 什么情况 你刚刚前面来 你刚刚前面那边来了个 你刚刚前面那边来了个傻子 跑我这里来 哭哭把我骂一顿 卧槽 你现实无能狂吼嘛 要不你把你扒拉扒拉号借我 我给他开个皮 什么情况 开什么皮 他说 他第一次在你这里花了四千赚 第二次花了两千赚 然后怎么样 说了一大堆 他在他说的过程当中 最起码提了五遍 他在你车充了多少钱 那说有啥用啊 你找找抖音要申请卫生间推管呢 对吧 说那有啥用啊 好吧 我看着他上你那是上你那是啥去了 为什么要上我这呢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哪知道啊 创业指导直播间 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 我们俩说的真不是一个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我知道 就上穿下跳的 上穿下跳跟马猴子似的 可能玩的一句 一句实锤的东西没有 上来以后张嘴就是问 然后呢 所以他想表达什么观点 他说你想 你把你自己比成李小龙 他说你把你自己比成李小龙 他还说 他还说我大头鹰为资本说话 所以不愿意的话可以退灯牌 这是他理解能力 什么意思没听懂 哎呀就是个就是个就是个傻屈 就这么简单 没听懂 傻屈 消失了 我跟这帮帮人呐 是一个人说李小龙在美春当兵 不是中国人 是啊 他是就是说 说要想要当兵 什么说一大堆 傻屈 傻屈 你让他开直播吗 开直播进来说了 把你观点拿出来说了 还是那句话实名字 端生正说